不过跟台湾的天气很不一样 寻求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传说他感到非常的心寒 除了前几天我们报导指出 裴洛西拿民调跟他说赢不了 现在包括了欧巴马跟克林顿的前幕僚 也公开希望拜登可以退选 那么有报导指出 拜登私底下很火大 偷骂这些人就是在1994年跟2010年 其中选举害得民主党惨败 现在却反过来要教他如何选举 让他觉得格外的讽刺 但是当然健康问题始终是拜登 没有办法回避的话题 有艺人就透露说 自己跟拜登有好多年的交情 但是上个月活动上碰到 拜登竟然认不住他 更遑论要击败川普恐怕是有难度 而拜登最新的声明却表示 希望下个星期就能够恢复造势活动 似乎看起来是没有退选的打算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牵着两位小侄女 来到超模Tara Banks 在华府的冰淇淋快闪店尝鲜 与家人享受难得的悠闲 尤其贺锦丽可能接棒拜登 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耳语 现在越来越多 民主党内换败声浪水涨船高 华盛顿邮报报导说 已经有37位民主党议员 出面要拜登退选 就连前总统欧巴马 也传出加入前众院议长 佩洛西行列 私下劝拜登退选 美联社最新民调显示 有六成民主党人认为 贺锦丽可以成为好总统 但这也代表 还有四成民主党人 无法放心让贺锦丽参选 尽管如此 贺锦丽似乎已经准备好 随时可以接棒 只是拜登团队 却在此时发表最新声明 表示拜登坚持不退选 甚至希望下个星期 就能恢复选举造势 相比之下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早早定于一尊 川普和他的副手范斯 也将在台湾时间周日早上 首度合体在密西根州造势 为了避免再有意外发生 密西根州已经严加戒备 强调会用更严格的安检 确保川普安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到底要不要退选 其实现在有非常多 不同的消息 像NBC就引述了 两位知情人士的说法 指出拜登的家人 已经开始讨论 他的退选计划等可能性 我们把时间交给婷婷 来关心美国大选选情 来看到现任总统拜登 持续被他党内 是相当不看好的 而且目前拜登是 再次确诊了新闻疫情 持续修复当中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美国的舆论 还有他的党内 甚至还有包括 党内非常多的资深人士 都是持续的来劝退拜登的 主要是因为 在辩论首战之后 到现在为止 还是持续有换将的声浪 来看到美国NBC 引述了知情人士 目前拜登的家人 也是在精心计算退选的时机 主要要考量下几个重点 包括是拜登的健康 还有了家庭 另外还要来关心 整个国家的稳定性 因为不要忘了 其实拜登还是现任的总统 而且也不要忘了 他过去超过50年 对比于美国的贡献 不过我们来看到 现在纽石也报道 拜登不一定会退选 他原本是不想要退的 但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让他可以萌生退役 当然这个背后的转变原因 有以下这几个重点 第一就包括了美国的前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他表态了 另外还有包括拜登也看到自己的民调下滑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民主党的金主 现在也是杯葛来捐款的 所以这无疑也是让拜登想要寻求连任之路 是雪上加霜的 好另外在川普枪击案 现在有新的画面出现了 是有民众拍下 清楚的是可以看到子弹打中舞台的瞬间 而根据有消息人士指出 其实当时反狙击手的视野 是被遮挡住的 因此能够一枪击毙凶险的 那一枪其实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几率 而案发过后 美国现在又先行另一波的枪支管制讨论 包括了北卡州的警察 宣布他们将会加强管制凝胶酬强 这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上周六遭枪击的最新目击影片 可以看到其中一颗子弹 正巧打到看台还冒烟 子弹位置再高一点 川普不指耳朵 可能连脚都挂彩 随着这起暗杀事件调查越深 FBI还从枪手手机照片发现 包括总统拜登等高官在内 都可能是狙击目标 这也掀起外界讨论 美国枪支管制 是否会有行措施出台 尽管如此 专家认为 现阶段美国枪支管制 不会因此有重大改变 因为共和党认为 预期进枪应该先进化人心 才能阻止大规模枪击 值得注意的是 是否进一步限制枪支的声浪 竟然也扩大到小孩的玩具枪 北卡罗莱纳州 警方最新贴文宣布 要加强打击一款 用凝胶球当子弹的玩具枪 因为这些凝胶子弹 冷冻过后就会变得很硬 还有民众也PO出影片 表示遭一群青少年恶作剧 射击的影片 北卡州警方严正警告 就算是玩具枪 只要伤害到人 就可能吃上官司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当然川普已经不是第一次 宽厚自己如果当选 就能马上终结乌俄战争 19号川普更透露 自己已经跟乌克兰总统 泽文斯基通过电话 强调两个人的对话非常良好 那么他们到底谈了一些什么 再把时间交来听听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川普曾经夸杀海口说 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俄乌战争将会在24个小时内 就可以终结 不过来看到乌克兰总统 曾经也对于 如果川普再次的当选总统 他是感到相当的担心的 不过两个人在7月19号 也通上电话了 这个是两个人 自川普2021年现任之后 首次的通话 而川普就表示说 其实双方的对话是相当良好的 而且泽文斯基有祝贺川普正式提名 同时也谴责暗杀川普的行动 而且预告他们未来会进行 面对面的峰会 来看到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 曾经在过去的表示 有说川普总统 如果跟他合作的话会很艰难 但是乌克兰人刻苦耐劳 但是其实除了川普之外 包括了他的副首候选人 也就是范斯 他过去在国会也曾经宣称 他不在乎乌克兰 所以来看到泽文斯基就表示 无论范斯怎么说 或者无论美国怎么说 美国还有乌克兰都必须合作 美制布莱德雷战车又在乌克兰战场上建功 空拍画面中 布莱德雷的M-242巨腹式炼炮 以每分钟超过200发的射速火力碾压俄军部队 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 美国武器都是乌军的火力担当 乌军在等F-16送到之前 开着米格29 挂上AGM-88高速反辐射飞弹 准备打击地面目标 不过在地面上 俄军士兵背着步枪 在占领的废墟里 骑着孩童留下的自行车 恶搞还拍下影片 挑衅味十足 但是俄军恐怕太过轻敌 此时乌克兰请全国之力打造无人机 不仅运用实战经验不断地改造 现在的无人机只需要靠普通笔电 外加稍微专业点的摇杆 就能够轻松上手 未来这些无人机恐怕根本不需要真人的操纵 这间乌克兰的新创公司 正在打造AI自驾系统 目标是靠着AI一次控制 多达20架无人机 将来若是投入实战 会省去大量的人工操作 也能替乌军解决人力不足的难题 但是乌克兰要营 还是需要大量的外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飞到英国 不只是见英王查尔斯 这趟他跟欧洲各国领袖 一起参加欧洲共同体峰会 要争取更多的奥援 刚刚上任的英国首相施凯尔 宣誓工党执政 延续挺务政策 在施凯尔的邀请下 泽伦斯基还出席英国的内阁会议 他再度呼吁各国一起放宽 武器的打击限制 对于乌克兰来说 不只是欧洲的团结 更重要的还有大西洋断案的美国 尤其是有望再度执政的川普 很可能会逼乌克兰割地和谈 欧洲密切注意的 不只是川普的态度 还有川普的死党 匈牙利总理奥班 他不顾反对穿梭出访 俄罗斯跟中国 回来之后就不断敲锣打鼓 要乌克兰快去跟俄罗斯和谈 他口中的和谈条件 不见得对乌克兰有利 乌克兰打算在年底召开 第二次和平峰会 只有西方国家逼俄罗斯上谈判桌 但是俄罗斯早就表态 不会参加 此时乌克兰虎视眈眈的邻居 还有白俄罗斯 继续跟大陆解放军联合反恐军演 地点靠近波兰边境 等于是在北约的家门口 美国之音就指出 此举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小军演足以让北约感觉 盲似在被TV线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